这只猎豹将身体攻起来 努力想使自己看起来更强壮 但母游猪自信满满 对猎豹进行了疯狂攻击 另一只猎豹假装要冲过来 可转眼也被游猪追得满场跑 目睹自己的丈夫死在这两头猎豹手中 母游猪悲愤交加 她要复仇 现在只留下孤儿寡母 没什么可估计的了 她獠牙上的甘草花 是不是为姬殿死去丈夫而匹马 不远处两个凶手仍在若无其事 啃食着公游猪的尸体 母游猪越看越有气 她再次走向了两头猎豹 你来我就跑 你劈我就饶 你毁破了我的家庭 我让你们也不得安宁 变报虚张声势 游猪可看得一清二楚 早上一家三口还安宁地吃着早餐 转眼间就天阁两方 真是世事无常呀 母游猪表现出了作为猎物 不应有的勇敢 然而公游猪已死 还尚有幼崽需要她 日子还得过下去 她只能选择离开 而猎豹经过折腾 也以筋疲力尽 为了安全 他们也转移了阵地 入年轻转的男人 他本身也讨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